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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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西部设有出水管 入水管 坝底墙面嵌有落款为 民国14年的中英文电机灰律研制石碑 堤坝西北侧建有二层西式办公楼一座 堤坝办公楼及部分设备现保存完整 在堤坝上有一个控制闸门升降的机房 这里还存放着当年的设备 这个下边就是水坝的水闸 控制水库的水位的高低 然后这个是当时起到控制闸门的作用 然后通过它的旋转拉动钢丝绳 使这个闸板上下的活动 这是当时修水坝的时候最初装上的东西 当年的厦门岛沽悬海上 淡水资源极其匮乏 滨海的井水苦涩难以入口 而洁净的山泉水又很难取用 购买价格十分昂贵 因此当时的居民大多购买 卫生状况难以保证的船载水 也就是用船从龙海等地运过来的九龙江水 辛亥革命后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厦门市政设施近现代化的条件日渐成熟 当时是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 这样一些国际的投资 特别是华人的资本 就大量地回到了厦门 因为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厦门还处于一个没有完全接受现代文明的一个城市 缺少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 这样华侨华人的投资回到国内以后 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1923年 华侨实业家黄义柱等人创办了商办厦门自来水有限公司 随后立即开展水源勘测和水库选址 最终选中了当时位于厦门东南端 曾挫安上里村的一处山谷 如今在曾挫安李氏宗祠 仍旧保留着当时自来水公司租地契约的石碑 1925年 自来水公司在上里利用天然地形筑坝蓄水 建成了上里水库 1923年 是经过国际的招标 在上海开的这个招标会 最后确定由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来承建这个水坝 这个水坝建立以后呢 就是自来水 这种现代文明的东西被市民能享用到 这座山呢地势比较高 它的水质来源呢 应该说周边没有环境的污染 水的质量也比较好 这样对市民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也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上里水库的建成 让当年的厦门市民喝上了自来水 这也意识着厦门的公共施政设施 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进程 这座水库的建立呢 首先说从工艺技术上 应该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 不管是霸指的建造 设备的采购和使用 应该说在全国也是 从质量到规模都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个建造的年代相对也比较早 这样它是一种反映了厦门 这个城市历史的进程 和整个国家的这种社会变迁的一个实物的见证 所以2015年由厦门市政府把这座水坝呢 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工业文化遗产来进行加以保护 上里水库大坝作为我是第一个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 近现代工业遗产 这也重新定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 我们大家原来认为的文化遗产呢 主要是顶多是到了清代 很多人对近现代的文物就没有纳入到保护视野里边 这一次呢通过文物普查 或者说是通过我们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进一步深化 很多近现代文物特别是现代的工业遗产 也纳入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际时局风云突变 而在国内呢辛亥革命之后的旧的权威被打破 新的秩序在建立 在这一时期呢不少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是纷纷回国定居 他们不仅带回了丰厚的资产 更是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回了家乡 振兴祖国实业 推动城市建设 就如同刚才提到的创办了商办厦门自来水有行公司的 华侨实业家黄毅柱 他在回国之后还创办了中南银行 称得上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半壁江山 古浪与龙头路100号 这里是中南银行的旧址 建筑楼高三层 砖混结构 整座建筑造型简洁 方形体块在接角切去一角 在转角这里设置建筑的入口 入口大门两侧是门柱 上面是一座阳台 建筑立面已涂成白色的壁柱 竖像划分 举形的窗两两一座 窗下墙与柱间墙涂刷浅绿色墙漆 如今这处旧址正以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整修 计划开辟为以中南银行为主题的小型展馆 今年六月份左右将对游客开放 钢筋水泥在当时的建筑还是不是太多 二十年代它已经用上去了 而且它体量比较精 好像比较大方 虽小不是很大 但是看起来很大方很得体 在繁华的龙头路上 这栋建筑并不是特别奇眼 但老古浪与人都知道 这里曾经堆满了钞票和金条 曾经承载着一代秦岛人的金氏祭国梦 因为这里曾经是民国时期 最有名望和信誉的银行之一 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的名字为什么叫中南呢 主要就是说南洋华侨在中国 或者叫爱中国 那么谁叫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创立于1921年 总部设在上海 是当年中国最大的一个华侨资本股份制银行 民国时期 它是唯一有全国发行钞票权利的 私人股份制银行 它的纸钞发行涵盖20多个省市 上世纪30年代吧 30年代的时候 全国有二三十家的那个大型的 用现在的话叫大型的那种企业 就是说中国民族资本的企业 受到这个银行的支持是很大的 所以它推动了民国中期的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 当时在抗战之前 那个中国经济有15年的黄金期 黄金期里边这个华侨资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那么在这些股东里边 早期的这140多个股东里边 其中就有二到三十个 二三十个的是居住在古浪雨的华侨 在黄义柱的发起下 古浪雨上的大华侨都入股了这家银行 这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意义重大 首期的这个股本呢 注册资金是750万银元 黄义柱本人呢就是500万的银元 500万用现在的人民币的市场 差不多换算下来和15到20亿之间 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就投入了15到20亿 然后来这个银行到最后在全国范围之内 发行他的货币和四个其他的银行 金城银行 延屋银行等 这四个银行共同发行这个货币 截止发行完毕 也就是1933年的时候 中央政府要求他停止发行货币 那个时间为止 他在市场上流通的是1.6个亿银元的概念 和现在差不多在4000到5000亿之间 上离水库大坝中南银行就职 这两个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是厦门城市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另一个则是中国近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见证 他们所处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步履艰辛 但是海外华侨回国定居 他们抱着实业抱国的理想和爱国爱乡的情怀 创办近现代企业建设市政工程 为城市的近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 明天请继续收看城市记忆的第二集 涉台文物见证两岸变弃 明晚同一时间再会